好 这题属于氧离子交换素质的问题 那题目跟你说了 5大M的K是L 5大M跟3大M的MgNO32 注意哦 这个K是K正 这个Mg是2正 不太一样 好 那不太一样的话 它当然所使用的RH交换管柱的量也不一样 我们等一下注意这件事 好 题目说了 各亿毫升 各亿毫升呢 它通过这个RH的素质之后呢 冲洗完 它把最后残留的液体拿去做计算 计算出 请问你啊 你的氢离子有多少毫末耳 它不是叫你算末耳 它叫你算毫末耳哦 毫末耳是什么呢 毫末耳你直接把浓度乘上毫升素就可以了 不用换公升哦 因为我是毫末耳嘛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把浓度乘毫升素就可以算出毫末耳 好 接着呢 我们把两个 好 两个物质跟这个氧离子交换管柱的方程式 简单列一下 好 我喜欢把它写成R大一点 H小一点 为什么 因为R是巨大的数值 H是小离子 对不对 所以R跟H会遇到谁 遇到这个K症 K症叫做氧离子 它可以把它吸走 产生RK再加上释放出来的H症 第二条呢 是RH 注意哦 因为我要吸的人是谁 MG二症 二症的话 我用一个负号没办法吸 怎么办呢 送你两个 两个的话 就可以跟MG二症互相吸引 形成R2MG 释放出两个H症 好 释放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会产生多少H症呢 首先 这一个人是 五大M 对不对 五大M一毫升 所以五大M 我们刚才直接说 要算的是毫末 所以我就不用换公升了 五大M成为一 你这边有这么多 所以一比一 所以这边是不是也乘上五 好 没错嘛 就可以得到 你的H症有多少毫末了 好 但是呢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是多少呢 它说是三大M 所以三大M 一样一毫升 但是我是 一比上二哦 这边是两倍哦 所以要记得乘上两倍 所以叫做 三乘上一 再给你乘上二 好 题目说 请问你说的H症 等于多少啊 所有H症 就把它们两个 给它加起来啊 加起来 五加上三二得六 对不对 所以总共是十一毫末 我们答案就选 C选项 好 题目说